好了 接着往下来看 其实呢 我感觉作为这个开发人员 学到这个Dow Compose就够了 因为前边呢 属于这个基础 一些什么基本概念 还有这个Dowell Fill的语法编写 还有这个网络原理 还有数据持有化 这些是非常常用的 然后另外呢 Dowell Compose它是叫什么呀 多东西部署 因为咱们做一些东西 它肯定是一个需要多容器的 你比如说买Circle一个容器 然后别的东西一个容器 对吧 这种东西呢 其实你用咱们前边Dowell Fill 像上午 比如说一个Flux和Redis 一个Flux也是Redis 你不凉了 是吧 这可以 你用Dowell Fill可以写出来 但是相对来说稍微麻烦一点 然后用Dowell Compose呢 它这个更加简便 这个东西的话 咱们做之前先简单布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 如果不用它跟用它 这个有哪些区别 首先我们先来不用它 去布一个叫WordPress 这个东西呢 它就是一个博客网站 就是一个Web博客网站 对 然后这个我们打算是布两个 一个是博客网站的 还有一个是MyCircle 因为它的数据呢 是存MyCircle的 来 还是这边 把前边的先关了 对 这个直接从官方下就行 官方都提供的 好 我们现在呢 去拉那个镜像啊 我就先手动拉镜像 这个Pull 我的Pulls 这个Pulls拉去吧 这Pulls拉去啊 您看 如果推的话 是不是Pulls拉去啊 它这个稍微吓一会儿 它这个稍微吓一会儿 就会把刀打开 就会儿子 咱们再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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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咱们今天是刚才把这个下好了 我这下了个啥呀 下了个wordpress 还把那个mycircle也下了一下 对了 这个wordpress呢 跟我这件事了 它跟那个mycircle8 好像有些冲动问题 我先用个老版本啊 就是你这么写 poo的时候给它冒号 就是可以指定版本啊 它那个跟byr出冲突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应该是 它内部冲突问题 这是5.5 好 先把这俩给下下来 不过呢 这个下下来之后 待会还有一个小坑啊 因为你看 我是不是这儿铺了个mycircle5.5的呀 所以说你铺完之后呢 它一会儿那个妹子 不是 它那个影妹子 就叫mycircle5.5 行 我搁这儿看 这个wordpress呢 它自动读的就是mycircle那个latice latice是不是最后一个呀 也就是说 其实你下边去铺了5.5的 它还会读那个latice 但是它一读latice呢 就爆错了 因为它跟那个版本不太搭 好像 那咋办呢 其实我现在是铺了一个5.5的 然后一会儿呢 我把这个5.5 给它标记成latice 就等于把它给骗过去了 懂吗 其实很多时候呢 这个也很常用啊 像后来 去年我讲圈儿链的时候 就是有些东西 我本身做好一个例子 然后但是过两星期 你像去年圈儿链更新比较频繁 它卡又给我更个新版本 然后上课一讲 拉走一个版本 直接就挑错了 就是挺不好整的 一般我就是用什么版本 我记录一下 然后到上课 我就下我那版本 下完之后 给它标成latice 之后它 你爱咋更新 跟我没关系 懂吗 这个想的还挺快啊 向下之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inmate质 你看这个myser是不是5.5呀 对吧 5.5 然后205兆 我现在给它改一下这个标记啊 改标记是docker tag 就是说改一个tag 把my circle5.5 改成my circle 这个latice 对 你要不要这个 有时候会耽误很长时间 好 看一下images 你看是不是又出来一个呀 也就是说它读5.5 还是读latice 其实都读的是同一个5.5 对了吧 然后这个把它先骗过去啊 OK 然后到这边 那么现在下面呢 这俩inmate质给下好之后 这个该标记也标记了 我现在把它跑起来 跑这个东西呢 首先 咱们先起一个容器 就是容器先把我那my circle跑一下 my circle 还是复制一下这个 诶 哪儿去了 行 等于一个处 my circle 好 这个是数据库内起来了 起来之后呢 把那个外部服务也起一下啊 这里边呢 我们也给它指定一些这个环境变量 它这里边 这也是官方写的啊 我就不去查了 这个就是我的press 它有个db号色 我们呢 给它直接指定my circle 3306 它呢 应该可以访问过去 为什么能访问呢 因为咱们上边那个container 是不是就叫my circle呀 对吧 所以我哥这儿访问my circle肯定可以过去的 他去link一下 去link到那个my circle 然后刚p 比如说呢 把那个8080映射到80 走这个wordpress 好 这俩都起来了 起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外部去访问看一下啊 这个后边这个80呀 是它里边的 然后前面这个8080 是我这个速度机器的啊 也就是说把速度机 把里边那个80映射到 我速度的8080 然后我个外边访问一下 你这个环境然后它你猜下了wordpress的时候它自动就过来了 对 这个你pull的时候实际上是pull的什么呀 就pull的也没什么 对吧 这咋跑得这么慢呢 一个是my circle 一个是这个 你看这也不报错 这就是单纯的慢是不是 还真是啊 就是单纯的慢 行啊 那说明这个没问题 这个就是说我们以之前的方式 如果说想配这样一个东西 那也就是 你看我们刚才怎么做的呀 是不是下了两个东西 一个一个是wordpress 一个是my circle呀 对吧 两个image 然后呢 分别跑这俩image 跑了一下my circle 然后进行指定一些东西 然后呢 又跑了一个 这个wordpress 又指定了这个 指定了这些东西吧 指定它跟谁去映射 然后用什么酷呀什么的link一下 也就是说 这些全都是需要我们手动去指定的 对不对 其实这个呢 感觉也不算特别麻烦 对吧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项目里边 你又用了my circle 又用了这个什么hadoop 又用了这个 什么redis 对各种各样东西都用了 那你铺的东西是不是很多呀 那首先你铺的东西很多 然后呢 你铺完之后还得一个一个去启动 是吧 其实就相对来说有点麻烦 所以说这样的话 我们就引入了一个新的新的概念啊 在这儿 对 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 叫这个doorcompose 这是干嘛的呢 这个东西说是多容器的这个APP 很难去部署啊 所以说可以用doorcompose 嗯 这个它就类似于P处理 你比如说呢 咱们之前doorfail是一个文件 这个doorcompose呢 实际上也是编写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就是把你想干的所有的事都写里边 然后就直接执行一个文件 理解吗 OK啊 嗯 但是用这个东西之前呀 你需要给它装一下 你看 你需要先安装 你这个不装的话 它用不了 嗯 安装 安装我那个命令应该在外边 在这里边 嗯 在这 这个是doorcompose的下载啊 首先我们得把它先下下来 然后再去装 直接复制一下就可以 这句话呢 实际上就把它装在了USR local bin下 是吧 嗯 首先把它下到这 下到这 哎 这是又连接出错了 那又是网的问题 这个命令我是复制的 肯定没错的 报个connection 连接resetbypeer 连接失败 哎 现在连上了 你做什么操作了 啥也没干是吧 嗯 嗯 现在感觉又连不上了 行吧 还是先小哥修一下 我给他整一下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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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